大家好,我是小薇。 今天,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重要的AI新闻。 一、Sono V4新功能。 近期,Sono官网发布了一段有趣的动画,也是V4版本即将推出的新功能。 从演示动画可以看出,Sono V4将会支持音频参考,也就是Audio to Music功能。 目前,最新的V3.5版本已经面向高级用户开放,预计V4版本也会在近期发布。 Stability在之前推出的Stable Audio Sparks 2.0模型,已经支持上传参考音乐,生成类似的内容。 例如,上传一段Carmen钢琴曲作为参考,大家可以试听一下生成音乐的效果。 尽管参考了原作,生成音乐的连贯性却很差,无法和Sono V4相比。 新推出的3.5版本,无论在音频长度和歌词结构方面,都有了质的飞跃,远超同级别工具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西澳大利亚的阿什菲尔德,伴为当地社区晚宴创作了一首歌曲,让AI音乐走进人们的生活。 作为Sono的对手,Udio也在近期更新了条款。 由Udio生成的音乐,可以在任意公共平台使用,无需标注出处和版权信息。 2.LTX Studio更新 近期,AI视频生成平台LTX Studio完成更新,增加了包括粘土在内的多种风格。 选择CraftClay风格,输入简单的提示词,LTX就会自动生成脚本、片段、角色和配音。 或者选择FairTale风格,生成一组TikTok短视频,大家可以尝试。 3.Flawless 这是一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电影后期制作公司。 Flawless旗下的TrueSync工具,可以为电影和电视节目创建多语言版本,确保任何语言中的完美纯形同步。 其中,TrueSync使用了深维技术,修复电影配音,实现各种语言的纯形同步,为观众带来原版电影般的体验。 TrueSync不但可以大幅节省电影制作和配音成本,还能为全球不同国家的用户提供全新的观影体验。 Deep Editor也是一个基于AI的工具。 该功能主要面向导演和后期处理团队推出,在Deep Editor编辑器的帮助下。 电影制作人员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命令,就可以改变电影演员的口型和台词,无需重复拍摄,节约电影制作成本。 Flawless团队成员由顶级AI专家、电影导演和技术人员组成。 该工具的发布将会改变传统的电影后期处理方式。 4、DMD2 近期,Adobe推出了DMD的升级版技术,使用改进后的蒸馏方法,把SDXL扩散模型转化为高效的图像生成器。 以下图像均由DMD2的四部蒸馏技术生成,效果和细节处理都非常完美。 此项技术的发布,可以加速SDXL的图像生成速度,同时保持图像的质量。 DMD2的工作流和模型已经公开,大家可以自行配置使用。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链接,访问DMD2的在线Demo页面。 输入一段简单的提示词,就可以快速完成图像生成。 和一部蒸馏相比,四部蒸馏法可以生成更加清晰的图像,大家可以尝试。 5、Polycam Polycam是一个手机应用,使用了高丝波件技术,把手机拍摄的图像,转换为超真实的3D场景。 目前,Polycam提供了iOS和Android端的应用程序,大家可以自行安装使用。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,访问Polycam的官网,还可以在社区分享自己的作品。 Polycam为用户提供了很多预设模型,Room Mode 2.0适合室内场景拍摄。 开启Polycam,摄像头就会捕捉当前的场景,将其转换为3D模型。 房屋的尺寸也会实时显示,工作效率非常高。 新模型还可以识别房屋内部的色彩,并将拍摄到的内容转换为逼真的3D场景。 360 Image Creator则是新增的工具, 可以将图像转换为3D场景。 在Polycam的帮助下,我们只需拍摄一张图像,就可以将其转换为全景图效果。 Polycam还可以将拍摄的物体,一键转换为3D模型。 以上几种功能都可以免费使用,大家可以尝试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本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或者联系小微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,再见。